大家好 我们是西松高中编辑社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二三期校刊 竹心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方有一个QR Code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电子校刊的部分 那我们觉得有两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觉得这两点你们也很适用的话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下一期的校刊也常常用电子校刊的方式呈现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所以呢 校刊在传越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而且呢 校刊就是在手机上面的话 携带很方便 不用多带一个纸本的重量 再者 这个对环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纸的应出 第二点 翻书的时候 其实电子书的效果是非常好 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巧妙 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后它翻的同时也会有生效 所以跟实体书翻起来有一曲同工之妙 接下来是我们竹心的创作理念 就是青春是为梦想竹书道路 追逐前方可是不可及的星光 而在追逐的同时 其实我们应该要保持出众与内心 因为这样才是竹心正正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校刊的封面 有非常多白色一点一点的星星 就像是我们追逐的繁星与自我 而比较大的行星 它就像是我们就是自己的内心与初衷 在追逐目标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看中的是自己的内心与初衷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着目标 却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接下来是内文介绍 内文结合了七个追与七个星 第一个是追梦 我们结合了土星 因为在此为斗数的解释里面 土星它象征的是社会上经历的困难与限制 所以我们以此作为一种目标 期许自己能够突破困境 继续追梦 这部分我们访问了演员陈书妍 和西松高中毕业的学姐林佳轩 了解他们勇敢且努力追梦的过程 还有永不后悔的信念 另外我们还介绍了西松高中的特色班级 IB国际文凭班以及英文自由班 这不仅是希望读者对两个班级有清楚的概念 更是希望能推广多元丰富的英文教育 第二个部分是追寻 其中结合木星一条一条的纹路特色 就像追寻真相时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 过程也要调理分明 此次这个我们内容是用高二探究实作课程的结果 然后是以人权作为核心架构 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全球亚洲以及欧美 第三个部分是追星结合颜色红尘的火星 映出年轻时期追星的疯狂 而这里是学生介绍自己喜爱的电影歌手或者是YouTuber 让共享这本书的大家可以看到世界的多样性 同时也可以踩在流行的尖端 第四个部分是追光 而这边就是通常讲到高中时期 很多人都会直觉的联想到是社团 觉得社团对高中生而言是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然后跟金星一样是相当具有魅力的 这边我们介绍西中高中的社团 透过文字影音图片的方式 记录着学生自主管理社团的经验以及成果 第五个是追忆 我们结合了温差极大的水星 因为其实在创意舞蹈跟教育旅行这些团体活动当中 一定会有不少碰撞或是不少很辛苦争吵的时间 但是在回忆过程我们往往会觉得那些回忆都还是很美好很愉快的 再来第六个是追忿 我们结合了天王星 天王星的意涵是改变 其实在精进自己的过程中 适当的改变是能够让自己变更强大的方法 那我们介绍了书展 国中部排球比赛 毕业生分享 还有漫画真稿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单元 让所有的追忆人士集结于此 然后分享彼此的心得感想 并且互相加油打气 最后一个是追求 我们结合代表心灵的海王星 那其实也是我们西松文艺奖的得奖作品展示 那这四个主题当中 新诗散文小说摄影 其实我们都是在鼓励所有学生做出自己的创作 并且在创作中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 以上是西松高中编辑社第二三期竹心校刊分享 谢谢大家